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新片让王一博当男主 周星驰真的很大胆 观众烂片预定 提起周星驰 许多人立刻联想到他的经典作品 那个已无厘头喜剧闻名的导演 他的电影总能带给观众无尽的欢笑和思考 然而 自从他将重心转向导演和出品人工作以来 虽然票房成绩可观 但观众的反馈却褒贬不一 尤其是他最近宣布的新作《少林女足》 让观众对其导演能力再次产生质疑 纷纷表示可能会成为又一部烂片 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之路 自从2008年长江七号后 周星驰开始了他作为导演和出品人的新旅程 他以其独特的无厘头风格继续推出了一系列喜剧作品 在票房上取得了娇人的成绩 尤其是《美人鱼》 不仅打破了多项票房记录 还成为中国影史首部票房破30亿的电影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然而 成功的背后是口碑的反差 《美人鱼》虽然在票房上取得了成功 但观众对于影片的剧情处理 角色塑造等方面并不买账 导致了口碑的不佳 很多人认为这部电影更像是一场商业秀 而非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 周星驰一直以来以幽默和讽刺见长 他的电影总能在搞笑中带给人深刻的社会反思 但在《美人鱼》中 这种深度似乎被忽略了 此后推出的新喜剧之王 更是给周星驰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争议 这部电影被认为是周星驰观众口碑最差的作品之一 大多数观众对其情节设定和角色表现表示失望 影片虽有周星驰的名字加持 但无厘头的元素被认为是过于生硬和牵强 与观众期待中的轻松幽默相去甚远 面对这样的挑战 周星驰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方向 如何在保持自己风格的同时 吸引更多年轻观众成为他未来创作的关键 或许他需要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一些创新和突破 不再单纯依赖名气 而是用更精致和有深度的作品来赢得观众的心 少林女足的争议与挑战 少林女足的宣布引发了广泛关注 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对剧情和演员阵容的质疑 周星驰再度尝试将女性力量与喜剧结合 这种尝试虽然值得期待 但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观众的口味不断变化 他们对电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简单的搞笑和轻松剧情 已不再能满足大多数观众的需求 少林女足的剧情设定若没有足够的新颖性和吸引力 很可能难以打动观众 特别是在角色表现方面 王一博作为影片男主角的演技引发了不少争议 许多观众对他的演技存疑 认为他是否能够胜任这样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角色 以及是否能够与周星驰的风格相融合 这些都为影片的市场表现蒙上了一层阴影 为了让少林女足获得成功 周星驰应该在创作过程中更加注重剧情的深度和角色的发展 与新生代编剧和演员合作 可以带来新的视角和创意 使电影在内容上更具说服力和吸引力 同时应该加强市场调研 了解观众当前的喜好和需求 以便更好的定位影片的目标观众群体 王一博 这位因多部影视作品而广为人知的年轻演员 其演技一直以来都是观众热议的话题 对于很多观众来说 他在荧幕上的表现往往令人捉摸不透 这也让他成为一些人期待而又质疑的焦点 在《少林女足》中担任男主角 让他的演技再次受到考验 虽然王一博在舞台上的表现可圈可点 但能够在大荧幕上呈现出与之相符的深度和层次感 却是另一回事 考虑到周星持作品一贯以来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 王一博能否驾驭这样一个角色 成为了观众关注的焦点之一 不过 不可否认的是 王一博有着很好的发展潜力 他年轻 充满活力且勇于尝试新角色 这些都是他作为演员不可或缺的优点 或许我们不应仅仅以过往作品为依据 而是期待他在新作品中的表现 周星持选择王一博作为男主角 也许正是看中了他的潜力和市场号召力 希望通过这次合作实现突破性的发展 无论如何 这都将是一场值得期待的尝试 也是对双方的一次挑战和机遇 周星持创作方向的新探索 面对不断变化的观众需求和市场环境 周星持或许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方向 过去 他依靠独特的无厘头风格获得了广泛赞誉 但现在 观众越来越倾向于更有深度和多层次感的作品 如何在这种背景下寻找新的突破口 是周星持必须面对的问题 周星持可以考虑探索更深入的人物情感和社会议题 使影片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搞笑 而是能够引发观众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共鸣 这样的转变不仅能够提升影片的艺术价值 也有助于吸引更多年龄层次的观众 从而拓宽市场范围 与此同时 周星持也应当加强与新生代编剧和导演的合作 通过他们的新鲜视角和创意 为影片注入新的活力和元素 这种跨代合作不仅能够带来创新性的内容 也有助于形成更具国际化视野的作品 使其不再局限于国内市场 而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认可和赞誉 究其根本 周星持需要明白 成功不仅仅依赖于过往的名声 而是要靠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 只有这样 他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电影市场中继续保持自己的地位 并赢得新的观众群体 周星持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电影界的一位开创者 他的作品总能带给人们欢笑与思考 然而 在面对新的市场环境和观众需求时 他需要不断调整和创新 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 少林女族虽然备受争议 但或许正是一个契机 让周星持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方向 并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希望他能够在未来的创作中 再次为我们带来惊喜与感动 也希望王一博能够在这次合作中实现自我的突破 为自己的演艺事业开辟新的篇章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